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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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现在博士顿大学 大四的学生 然后快要毕业了 终于快要毕业啦 然后 我现在 读的专业是 酒店管理专业 然后现在 5月底 5月31号 要去纽约的 跟米亚大学读硕士专业是 房地产开发 我老是忘记 而且这是我第一遍 十字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的opening 我脸已经僵掉了 然后这个光已经变得很奇怪 然后录这个视频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美国 这几年学习的经验啦 学习的各种各样的 生活的小点 第一 跟一个学渣是如何进到哥伦比亚大学的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三点的东西 第一点 第一点是我跟 平时教育是如何 相遇的 然后在美国留学这六七年对我来说的一个感验 然后第二点我会分享的是 平时生活中我爱做的事情是什么 跟我如何发掘我自己的兴趣暗号 第三点我会分享的是一点小小小小的经验在我神气研究生的过程当中 首先开始第一点 我跟平老师其实我已经忘记是怎么相遇的了 我只记得我当时要升美国的高中 特别特别着急跟着我那个非常烂的英文 然后当时考了好几次头部才考了六十几分 我心都要碎了 然后可是我后来非常幸运的面了好几个女校 最后选了Santi Mercy School 在一个在马里兰大学的 不是不是 马里兰的私立女高 然后她是一个非常小的学校 四个年级一共只有一百多个人 我们每个人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而且压力很大很大 我很记得 其实我对平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发生在我高中 因为我当时压力是真的很大 而且说真的我不是特别有所的学生 因为我英语没有说特别好 就是哪怕我在学校里面表现还算可以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在整个大环境下面 我不是一个特别出众的学生 我当时想要考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大学 因为也是感觉出来读书 就是没有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我也是觉得特别丢人 然后我当时是心里面就很好是很想要考 可是我知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所以我有时候会给自己压力 然后平老师是当时真的 无论我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情感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学生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他都帮我解决 他都陪我聊天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因为特别是留学 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英语有很...我不想说赖 可是是真的很赖 然后跟美国人又相处不赖 很多这边的文化都没有融入进去 也不知道what's going on 就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每天都混混饿饿的 可是又必须要完成某些事情 那段日子是真的很难哦 所以平老师除了帮我申请之外 他还充当了我心理导师的这个功能 然后...对的 然后后面到了大学申请的时候 也是非常幸运的见了博士顿大学 我是真的觉得很幸运 在博士顿大学我非常的开心 遇到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遇到了好的老师 甚至有一个老师给我写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件信 让我进了我现在要去的研究生学校 所以这一切一切我都非常的感激 都是因为平老师 然后我要说说 就是在美国留学这七八年对我来说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在思维模式跟心理的 而不是说具体的要学了某一些东西 或者知识得到了扩充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知识哪怕你在国内 你随着年纪的增长 或者你随着你去到大学 你的阅读量啊 甚至你在社会的一些经验 你也会学到具体的某些知识 可是我觉得在美国我真真正正的我变得独立了 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去解决很多的事情 我可以独自的完成一个思考的动作 就是包括我可以自己做很多 我以前都不敢想象我能做出的 嗯做出的怎么说呢做出的决定吧 我可以我来到嗯美国之后 我一个人在银行开户 然后这是最开始的在银行开户 然后租房子考驾照 买车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第一次撞车 第一次去急诊 哇然后第一次在这边看牙医 然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 而且还有一个人去旅游 嗯把护照弄丢啦 呵呵这好算吗 然后还有很多我在中央车站前被偷了 我都要一个人 对了还有第一次报警 呵呵好有趣 我就想说这些经历都是我非常珍贵的人生经历 因为这些经历让我 学会了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 我不再是 妈妈妈妈妈妈怎么办 就是我不再是那样子的一个小孩了 我现在我感觉我长大了 长大了 然后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在 思考模式上面也改变了很多 因为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旅游的一个人 我在美国留学了几年 我真的一有放假的时间我就会去旅游 然后通过结识当地的朋友去感受当地的文化 我也能了解很多很多不同人的想法 我不再是那么局限的 特别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做Habita for Humanity的那个义工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女生 她就是 她也是一个中国去的女生 她特别特别的喜欢做义工 她跟很多普通中国来的学生不一样的一点是 她做这些义工不是为了升学 也不是为了在那个表格上面有一个很好看的东西 她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喜欢做义工 喜欢帮助别人 然后 喜欢跟一些homeless聊天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跟我不一样的人 然后我要如何去跟这些和我想的东西不一样的人聊天 我要如何去跟这些人做朋友 如何跟他们困许在以后的生活中 什么跟他们相处 在工作中 什么跟他们打交道之类的 我觉得整一个的变化是我自己能感觉到的 因为我会开始在想就是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吧 然后第二点我可以说说的就是我平时生活中都爱做些什么 还有我如何发掘我自己的兴趣 其实我平时的生活中喜欢做的事情跟很多的流水生都一样 喜欢逛街 除了逛街还有很多我喜欢我特别喜欢游泳 所以我这个长的头发每次游泳就特别的干燥 然后我妈每次都说你又顶着一头枯草回来了 我很喜欢游泳 我很喜欢游泳 我平时很爱看电影 我很喜欢看书 可是我不能看很长时间的书 我也是真的喜欢看书 我喜欢绕着河边跑步 然后平时我喜欢做甜品啊什么的我都喜欢 我没有说还有一点我差点忘了怎么可以忘了 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游泳 怎么说呢我是一有空我就会旅游的人 然后我会觉得旅游对我来说是一件 extremely interesting 然后我会很喜欢很喜欢去发掘旅游中的所有的不可能 我喜欢去一个人探险 可能这也是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的吧 不过我觉得就是旅游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酒店管理跟房地产两样 因为我在旅游的时候喜欢住不同的酒店嘛 然后酒店会有他们自己的特色的装修 还有他们自己特色的管理的模式 还有他们自己的待客的原则 然后第二点房地产是因为不同的房间都有不同的装修 不同的材料 甚至很多的酒店管理酒店都是在都是那些房地产公司的 property 所以我觉得旅游是让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什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因为在我平时的生活中我也很喜欢去逛家具店 然后我会怎么说呢 然后我会想象这个东西如果摆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面 会给客人什么样的感觉 我会开始思考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后面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义无反顾的转了专业 去了房地产专业 我刚开始进BO的时候 我选的是Bio Engineering 一看就不是适合我的专业呀 然后我上了一两堂课之后 我毅然决然的转了economics 然后当时因为我妈妈也说了economics 以后好找工作啊什么什么的 可是我真的上了一个学期之后 我发现这个专业也太无聊了吧 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每天学理论的 然后我后面我就毅然决然的转了酒店管理 酒店管理其实是个非常广的专业 他平时会学习到的东西很多 包括就是finance是肯定会学的 然后房地产也会学一点 烹饪也会学一点 市场营销会学一点 酒店设计也会学一点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学一点 所以这也让我到了研究生的时候 我想要去一个更加具体的方向 就像我想要假设 也有人就是直接去了酒店设计 这种就是专业 可是我想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房地产专业 为什么呢 可能第一点也是因为我家里的原因吧 我爸爸也是从事相关的行业 然后他有一点建筑的那种基础 然后他会告诉我他在我老家是深圳的嘛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就是深圳的房子 哪个是什么样的结构 然后就是现在近几年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是他会告诉我这些材料的价格啊 怎么样对比啊建筑房子的过程等等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浅于默化的对我的思维有一点转变 就是有一点改变吧 然后我现在想做的对我未来想做的事情 我是想要将酒店管理跟房地产结合起来 至于怎么结合 我不知道呀 不过我们会知道的 大概如果过五年之后再让我录个视频 说不定我会有一点眉目 我也不知道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 我会说想很远很远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我跟就是有一些人也不一样 因为像我有一些学姐他们会想很远很远的事情 他们会说 啊早一点做规划也好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 因为我对于我的下一步里面都有很多未知数 那我怎么计划我下一步是下一步 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 不要被我影响了 我很多谬论 我妈说的我很多谬论 三部分 我们分享一下 我上申请研究生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吧 我生了挺多学校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去那时候满怀激情的想要去考一个好的居脉跟居脉分数 我考居脉分数 最低 最烂 最差 然后我当时想说 天哪 完了 这怎么办呀 太低了 然后 当时慌老师也很替我急啊 这不行啊 再考一遍 我当时心里面其实也很急 因为 我有压力嘛 然后我学校方面 我学校那边 我也要注重我平时的成绩 然后 我除了完学习以外 我还要考GRE 什么东西 学习 完 好像完比较重要 开玩笑 不过我当时是真的压力很大 最后 我就放弃了GMA 我去试了一下GRE 结果第一次出来的分数 就吓到我了 然后 数学进来给我考了个满分 我的天哪 大概是那天开挂了 然后 就是 挺幸运的 然后后面我就升了 升了 升了 科大生三个专业 被两个专业录了 然后 然后升了2017 发的 可是他录了我2018发的 然后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然后 还有 BU 等等 我已经忘记了 就是有其他学校都录我了 最后我选择的是各大的GSAPP的MSRED 然后 然后 我想说的就是 我想给几点提醒给那些正在要升级研究生的人 第一 推荐信要尽早的找好 需要写推荐信的老师 我是去年的9月份就找了那些老师 可是到了今年的1月份那些老师才给我写好 他们需要太长的时间了 然后 第二点就是 尽早开始准备 尽早开始规划的GRE跟GMA 真的 我觉得真的 嗯 尽管你在学校本科的GPA还可以的情况下 就是 GRE跟GMA成绩还是入学的硬道力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是 一定要找好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不要 糊里糊涂 为了待在美国而申请一个研究生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其实可以早一年回家 或者早一年在这边申请OPT工作的 你必须得找出来你喜欢的是什么才去读 而且研究生的学费很贵 不要浪费这些时间跟金钱去读一个你不喜欢的专业 这没有意义 然后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申请研究生 我的结果其实算是很早就下来了 嗯 每个人很多人很多小伙伴过来问我很多建议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平常心 因为我就像我当时跟孙老师还有不是平老师 平老师跟黄老师说的我就算升不上我也没有关系 升不上我就先回国工作 因为我是比较想自己出来创业的 嗯 所以我觉得早可能早一点回国 是影响国家的大环境也不是一件坏事嘛 所以我当时就是抱着无所谓的心态 我就进了 所以我也很幸运 我当时还接到了就是Colombia他们那边的要求就是电话面试的通知 我当时也是很着急啊就是他提前两天告诉我 我第二天就要我当时也是非常的紧张想说天哪 这是我第一次离长青屯这么近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然后当时也是压力特别大 然后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那个末班呢 问他们会问什么问题 结果非常非常的出人意 他们根本没有问到任何一个我排练的问题 他们就问你为什么想要就是为什么想喜欢来美国念书啊 或者说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然后就是问了一些跟就是普通人 就普通的面试问题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问题 可是我后来想想看可能他们想要就是了解一下我的英语程度吧 所以其实我总体来说也没有给到什么实质性的建议 就是采用我我的老师 我本课的最后一堂课已经结束了 我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的professor告诉我们想要成功的秘诀是be in love 就是你要对任何事情都充满着爱 你要去这种宽容跟大方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都会来的开心一点 平时不要有这么多的压力 特别是我理解那些在美国念高中的准备生大学的 然后在上本科的准备生研究生的 或者现在在opt的准备就是转hev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 but be in love 会来的 所以如果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事情没有变好 证明事情没有走到最后 所以要相信 要相信一切的付出都会有回报的 所以祝大家想要留学的 或者想要申请BO的或者Columbia的都可以通过平时联系到我 Welcome to answer any question 然后拜拜 希望大家下次再见啦